今天呢 教大家做一道冬瓜的新吃法 学会了在家 你也是大厨 第一步呢 准备一块冬瓜 用刀给它的皮去除 去好皮的冬瓜 先用刀切成大块 再给冬瓜里面的内阳和纸也切除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模具 给冬瓜刻成圆柱体的形状 再准备一个挖球器 给冬瓜挖一个洞 挖的过程中啊 洞也不需要挖的太深 挖成我视频中这个深度即可 挖好的冬瓜 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去了皮的五花肉 给它切成薄片 切片啊 主要可以起到一块 我们在剁肉末的过程中更加方便 有很多朋友不理解 肉馅为什么要自己剁 因为自己剁串了的肉馅啊 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好 剁好的肉馅 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 再放入少许的姜末 少许的葱白末 再放入一克的盐 一克的鸡精 少许的料酒 少许的胡椒粉 再打入一个鸡蛋筋 用洗干净的手啊 给里面的调料一起抓拌均匀 再放入少许的水 这样打出来的肉馅 吃起来会更加的嫩 再放入两克的玉米淀粉 用同样的手法 给它一起打上筋 接下来我们给打好的肉馅 做成小肉丸 再给小肉丸 塞到提前刻好的冬瓜里面 塞好小肉丸的冬瓜 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 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冬瓜加个底味 放入一克的鸡精 再放入一克的盐 这样我们的冬瓜蒸出来以后啊 吃起来味道才不会淡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锅热水 给冬瓜放进去 盖上锅盖 蒸15分钟 15分钟已经到了 现在我们给蒸熟的冬瓜拿出来 放一旁备用 再把蒸冬瓜的圆汤倒入锅中调个汁 再放入一克的盐调咸淡 30克的金瓜容 这样调出来的汁 颜色更加的漂亮 接下来我们用电肥水勾芡 芡也不需要勾得太厚 勾成我锅中的这个厚度即可 勾好的芡直接淋在我们提前蒸熟的冬瓜上面 中间我们可以摆几个菜心装饰一下 汁在您的过程中啊 一定要您的均匀一点 喜欢吃冬瓜的朋友可以试试 这道菜味道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再给您好吃的冬瓜撒上少许的熟芝麻 一道好看又好吃的如意冬瓜 我们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